今天下午有乘客在南京长途汽车站东站附近发现 有一辆二路的公交车从厂站里边发车的时候 居然少了一大块车窗玻璃 但是司机相当的淡定 丝毫不把这当回事 继续开车 就上路代客就走了 明显今天这天南京那就要风雨交加 大冷天苦了坐这趟二路车的乘客了 这辆排号为苏A69489的二路公交车 还是一辆空调车 可车上的环境着实有些对不起两元票钱 明显雨水不断的飘进来 湿了座椅淋湿了乘客 冷风嗖嗖的往车里刮 仔细一看 原来这一大块车窗玻璃都没了 难怪乘客有种坐敞篷车的感觉 乘客花钱遭罪 可司机大哥确信相当淡定 掉下来的整块玻璃摆在座位边 继续像没事人一样上路代客 我说司机大哥 您敬业也别以牺牲乘客安全为代价 今天下午我们记者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二路车队 车队当场就联系这二路车公交司机了 现在公交车已经到修理厂去维修过了车窗玻璃 重新装好了上路营运了 公交企业也表示说会再一次叮嘱所有的司机 一旦发现这些情况 车里边玻璃破损 就这些情况 第一时间通报给车队 然后到厂里边去维修 不允许车辆带着安全隐患上路